我要跟我们的女神一起拍窗戏 集满了人 我相信应该很多男生要打我 我不喜欢这样动不动这样摸 还没有action你摸什么抱什么 脚车这样一直腰开始这样 我们现在来到了东京 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去录音 要跟谁录音呢 等一下你们看到他呢 男孩子不要来打我 这不管我的事 我们只是一个合作而已 只是音乐上的交流 明日华旗罗 很大的录音室 美败 这个录音室还蛮特别的 为什么会有一个CC TV 一个摄影机 然后还有卫生纸在这里 录音而已嘛 不要这样剧烈好不好 还要偷拍 整个阴控台是大的 而且还可以监控 好像在偷拍人家录音 因为我们的女主角还没有带 等下到了就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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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现在要唱 滴一点 不要太粘 最主要的 剛錄完了 我們的低潮女神明志華麒羅的部分 那這首呢是R&B 她的節奏感呢 有展現出來 唱歌的話有一點高音 可是不要緊啦 最重要的是她的聲音 有出現在我的歌裡面 這一輩子就值得了嘛 就有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跟她錄影 她的聲音唱出來的時候 那個聲音喔 我們都很熟悉 如果你們有follow明志華麒羅的Instagram的話 你會發現她跟山上優雅其實是閨蜜 那時候請她來馬來西亞 談了一場甜甜蜜蜜的一個戀愛之後呢 現在就是就來到日本 來找她的閨蜜 我是承認我是有一點花心 我對不起她們 所以我會好好的彌補 在接下來拍攝這幾天 我會好好的 開始彌補回去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是一個 Tokyo的一個郊區 那個很老很老的一個老房子 為什麼我們來這裡呢 因為我們要拍我們最新的MV 令伯跟明志華麒羅合作的這一首 我愛的 古代傳下來呢 有三句諺語 一哭二鬧 山上優雅 慈母手中獻 波多也結疑 明日復明日 明日華麒羅 こんにちは 我是阿斯卡 キララです 各位 請多多謝 有很多看過的 日本語言 有名的 就是席也有很多的贾帳 很優秀 我在音樂錄影拍攝時 一直跳著男的男人 切成了 他的善良 まだ你看不到 幸福来了 尽如此美妙 这就是恋爱的夢 哈哈哈哈 好像是什么 一会就一会就像一会就像一会 他像一会之一会 看起来 切住吧 切成了 一会在同事 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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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一会 一会 哦 哇~~~ 好 上 哈哈哈 涼默焼 涼默焼的涼默焼 欸… 那你明白了嗎 我 2個在生存的 也是 但有很趣的東西 就… 開成了 你怎麼啦 我初子才做 我愛的不知他的閉ерь 不失他的笑 要蠻腰 還想的不是他的戀愛 我們現在在拍民主化的一些性感的畫面 集滿了人 他們是在很專業的在看他們的工作 很認真 全世界的男人都想變成那隻狗 看到嗎 那個狗躺在他的懷裡 被他訪問的認真 出賣阿比 可愛 可愛可愛 明治華他整個身材就很黃標 所以我不知道阿 Youtube不要太過分好不好 他只是來拍MV而已 他不要這樣 因為上次我們拍山上有亞中黃標 那個歌完全沒有問題 MV最多只是穿泳裝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黃標 我不硬板 你不爽出來講我現在在東京 出來講 出來講阿 我現在不然是一隻小狗等下要拍 可是我覺得這裡有很多人物質很小很擠 我怕他緊張 所以安撫一下 寫劇本的時候我就上網查了一下 我發現到東京有一個奇怪的現象 如果我講錯你們可以糾正我 一般上我們在城市裡面居住 就有錢人都是住平地房子 窮人都是住在flat樓阿 中等的就住condo這樣子 我覺得在台灣 馬來西亞 新加坡都是這樣嘛 可是我插到東京呢 這裡不是剛好相反 窮人呢 都是住在這種平地的老和事物 可是有錢人都是住condo 所以我要拍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就想 所以我要去找一間老屋子 它比較符合這個主題阿 所以故事我們就講說 兩個人住在一個舅舅的屋子裡面 養了一隻小狗 然後每天老公就去外面上班 做工地 在工廠裡面工作辛苦 然後老婆在家做家務那種 就是大家幻想中婚後的畫面 所以我就把這個幻想的東西拍出來 那為什麼我這次要特地創作這首歌呢 主要是因為 當你有一個女朋友 她身材很好很漂亮 然後你身邊的朋友都會笑你 你是不是基於人家的外表阿 是不是在笑小人家身材阿 你才去追人家什麼什麼 有很漂亮的女朋友的人都會被問這個問題 所以這種困擾呢 我也有 因為我女朋友就是很漂亮的 雖然這個歌詞方面很大膽 可是我覺得是一個很寫實的東西 我一直想要跟人一起結婚 想要跟人一起結婚 早上等到現在一直在下大雨 今天是雄多吉少 因為在日本拍攝的那個費用是很高的 可是它一直下雨 我們沒有辦法拍攝 日本團隊這邊呢 我們就做了這個晴天娃娃 就好像烏龜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會燒烏龜 他們是綁晴天娃娃在門口 祈求上天不要再下雨的一個招數 再不可以 我們就這個再加烏烏龜 再加辣椒干擦在那邊三樣 Please 不要下雨 快點去 所以我們要拍一個非常刺激的shot 就是這樣 一圖解千言我拿給Asuka看一下 她就明白了 看她甩一下 Action 超想奏理 我們需要一些訓練 訓練 訓練?我們可以做這個嗎 可以 但是它會看起來 從前面的 我們可以做這個嗎 不確定 從外面的 可以想像跟她一起生活 就是每天一起曬一副 她拿水噴你的那個感覺 曬一副她噴你 曬完一副你噴她 噴水就是玩水瓶 非常幸福 攝影師最幸福 開心就陪我笑 爭吵了就不到 一言不合就探索生命的奧妙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蠻美的海邊 這裡很多漁川喔 那邊是工業區這樣 我們來這裡拍海邊談戀愛 對著大海 述說自己的夢想 的一個愛情戲 日式偶像劇的情節 所以等一下我要等我們的女神下車 我就可以載著她 兩個人甜蜜蜜在海邊 浪漫的過日子 甜蜜蜜 你想著甜蜜 你看她的不倒靈驗 她的溫柔 她的微笑 她的善良 你看不到 幸福來了 她還沒有開始Row 她就會開始抱我的腰 你要明白我是一個真人君子 我不喜歡這樣動不動這樣摸 還沒有action 你摸什麼 抱什麼 不可以這樣的 我們專業的 我們做東西沒有這樣的 你就要趕快這樣抱住我腰 我在腳車這樣一直搖 她一直這樣 你認為 我身為一個專業的導演 會不會勃起 不可以 不是我會不會 是不可以 對於她摸我肩膀 是因為她要跌倒 我是給她摸 我是算犧牲的 痛苦的 這個就是一種很幸福的感覺 拍完這個我就可以去跳海 活夠了嘛 你還有要求什麼 不見 聽不懂勒到狗店 剛才真的很危險 掉在馬路上呢是流血 掉進海裡面呢 就直接收工 我們為了拍這麼 很浪漫的畫面 可是畫面的背後呢 是多少工作人員的付出 你知道嗎 我覺得蠻辛苦的 你看 經紀人好當 1 2 3 很曖昧 真的很曖昧 愛的 不是她的年齡 不是她的小蠻腰 愛上的 不是她的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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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印象最深刻的答案是 我可以牽到我們女神的手 那我們在家裡參考 可以牽起她的手的時候 是很害羞的 沒有很緊張 你看我現在流汗 真的嗎 全然そんな感じが見れなくて ずっとクールだから なんか本当に私のこと好きなのかなって ちょっと不安になっちゃうぐらい 監督としても そのパフォーマンスも素晴らしかったですし 全然そんな全く汗もかいてるように 今も見えないし かっこいいです 男らしい そうですね 一番気に入ってるシーンは 私が作った料理を食べて なんかちょっと苦い 苦いっていう 私がすごい怒るところで ちょっと苦い ちょっと苦い エクシル 美味しい ちょっと苦い お寿司が苦いって あんま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なんかまずいとか 美味しくないとかなら分かるんですよ なんかわさびが辛いとか 苦いって 何入れたんだろうみたい すごい面白かったです 因為我想不到 什麼可以形容 就是因為它有葉子 所以就是很苦 其實這次拍攝呢 非常非常的困難 我們經歷了很多事情 因為疫情影響 其實我們從馬來西亞 飛過來的團隊呢 用了很多方法 再申請到那個日本的簽證 台灣要飛過來 我們也是透過很多方式 去申請那些簽證 因為我們本來是計劃 台灣跟馬來西亞團隊 來到日本完成這個project 可是到最後 台灣的團隊沒有辦法來到 變成我們要來日本 找這邊的團隊來合作 然後在這邊合作呢 又遇到很多事情 很多是溝通的問題 很多東西都沒有溝通好 沒有準備好 可是後來 我們還是把東西都湊齊 然後把它完成 苦境甘來啦 這個project要完成呢 是非常困難的 尤其是錢真的是花很多 回去算一算 應該是打破紀錄了 因為目前最高紀錄是像它一樣 應該又要被打破了 就是創作人可能賺到錢 可能你覺得哇賺很多 可是我們一直要花錢 一直要做一直要做 尤其是做這種跨國的東西 是需要花很多錢的 整個project呢 是由四個國家的人一起完成的 因為有日本的團隊 馬來西亞團隊 然後還有台灣的團隊 然後還有中國的翻譯員 我們一起來完成這個案子 蠻感動的 這次我要非常感謝 我們這次MV的贊助商 如果沒有他們 我們就很難去進行這樣子 那麼龐大跨國的project 也是透過這次機會呢 就是我們也可以聯絡到 一名日華齊羅 可以跟他一起完成一個作品 我覺得是很榮幸的 我都很開心 然後我相信 應該很多男生要打我 等等我回去再說嘛 現在在日本先讓我 就是開心一下 就擔心等下我走出去 就被日本人打了 你知道嗎 很危險 非常危險 大家多多支持我們這首新歌 因為這首歌 是我冒字生命的危險 拍攝完成的 這首我愛的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愛的 是非常好曲 所以大家 是請大家聴請 一杯一杯 我愛的 我愛的 不是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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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她的